蓝绿合眼的会计法修正案这出闹剧啊 搞得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还有马总统都跑出来道歉 行政院今天提出复议 送总统府之后呢最快6月11号就可以送回立法院 但是呢朝野已经有共事了 会计法等到下一个会期再来处理 也就是说言清彪想出狱还要先按那几个月了 一早8点15分就上班 行政院长张一化形色匆匆 就算被会计法修正案搞得灰头土脸 他依旧得硬着头皮召开临时院会 正式提出复议 如果再进行修正的话 行政院这个方面可以在现在就开始进行主动的研议 因此朱主委建议由行政院指派政务委员负责来进行讨论 就怕再有争议行政院得主动防御 可不能再承受骂名 将一化采纳国科会主委朱金一的意见 要求政务委员薛奇以罗银雪主导跨部会小组 而复议案也随即送往总统府 核可后会再送回行政院 最快11号由行政院交付立法院处理 朝野表态支持 星期四早上十点半钟召开这个所谓临时会的谈话会 之后呢十二点钟召开程序委员会 然后两点钟开始召开院会 那开始处理这个行政院的副议案 临时会里面不会有这个议案 那如果社会各界认为应该再提出修正案 那恐怕要到下个会期了 对于这个社会造成的不安 那么本习呢 表示最大的歉意 从立委党主席到总统一个个鞠躬道歉 立法院行政院补破网 真明戴跟教授的不乏标准不同 引发社会舆论 更在政坛掀起风暴 中天新闻理事件 武清雅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